可能这时候啊 男观众可能会担心了 说杨哥哥你不能跟他们说这个呀 你说这个男的我们老爷们没点小金库 你没有私房钱了 你这怎么整啊这是 我想跟男性观众朋友们说啊 你怕啥的 我还没把故事讲完呢 那个宋小峰前脚把卡给了他老丈了 对吧 后脚去银行挂市了 那不就完事了吗 什么是智慧对不对 人家宋小峰是有心眼的 中国东北有一句土话叫什么 叫小金不尿尿各有各的道 那么作为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主持人 这话说得有点心虚 没事啊 我在这也郑重地提醒一下 广大未婚的男青年 千万你们别以为 结婚是一件轻松的事啊 对不对 不轻松啊 你看那大哥有点抹眼泪 结婚之后啊 对不对 哎呀 这老丈母娘的事啊 对不对 你当年 历史上就关于这个岳母的事还是有典故的吗 岳飞厉厉厉 那岳母咔咔咔就刺刺了 对不对 我估计说刺的啥呀 我估计放在现在可能就不是金中暴国了 就是对我姑娘好点 但不管怎么说啊 电视剧里的宋晓峰呢 给我们广大男同胞呢 打了个样啊 以后呢 对待这老丈人 丈母娘呢 咱也得知己知彼啊 对不对 这不上个月吗 我一哥们啊 见未来的岳父岳母 第一次啊 就为了能够一举拿下老丈人 老丈母娘啊 就非常用心的啊 上网查资料 百度百科什么的 甚至还逼着女朋友说你 你赶紧把你爸妈身份证都偷出来 咱俩结婚私奔 偷他俩身份证干什么呢 你说你是不是对我妈有什么想法 不是不是 你就把身份证给我 咔一下 天天的一天24小时 连续六天就对这个身份证和电脑研究 揣测 后来的 他就找我 他跟我说 说哥我跟你说 虽然现在我没有见过他爸他妈 但是我知道了已经 他爸在这儿脾气暴 爱端着好对付 他妈能言善变还小心眼不好对付 我说你咋分析的呢 哥你看这个身份证 你看这个照片身份证 我说你车玩你能看出啥了呀 你车玩 哥你看没看着 他这性格就在这上面写着呢 通过这个就能看出 他爸是白养座 他妈是双子座呀 我说你做 他白养座 星座特别合 海洋座 也不养座 后天天上 也不养座 最后天天天天天天 谁是星座 愿那心间变完 啊 海洋座 海洋座